B老爷Fighting 女粉丝们尖叫不已 右边蓝色的重组 上面的是紫色B老爷 紫棋东莱 衣服太坚强 那个是岳父群 我没有评论 但是我没有评论 我没有评论 我还不评论 我还不评论 我还很长 我现在就比较小 我还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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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农民也是拉得稍微早了一点 一般来说的话 都是这个农民刚刚造出来的 在时候直接去二换 这个地图也是主矿二换之间的路程 稍微远了一些 我还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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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都不评论 这不评论 我不评论 你知道 这不评论 所以你也不评论 这个农民 这是什么东西 和字幕召栩咐 尤其是 一个人讲笑话 我旁边这不评论 很遗憾地点探头位置了 只能是先修BF 那么山坎尔是运气很好 第一点没有被人探到 12地外双是 看着比较的赚 看到毕业的一个农民 这个房子也是可以转向了 这张地图因为是森人图 神作也是没有理由 要使用双农民探路 看到了肯定是第一个农民 根据时间来判断 对手在12点 还看12地外双 气死我了 扫射的 我裸霜了 亏了亏了 这边山坎尔很主动 上来先喷比较一会儿 你喷吧 你喷我也要喊你 毕老爷的操作 他骚骚的 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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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刚刚那个 长得像 皮尔的女粉丝 一看就是给毕老爷来加油的 这年头谁喜欢胖子 这个建筑学员 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我看到的 那个点位建筑学员 应该是BF放在左边的 跟那个 跟那个 奇形怪状的东西卡在一起 我们没有说是去左边开那个 看那个点位的二矿处 然后也是开的安全那些 但是就没有了这个四矿六级力开局的一个可能性了 12地外双以后还要疯狂的补经济 七矿下的也是很早 这时候已经在踩了 毕老爷 毕老爷调整货的这个建筑学 看起来没有以前的那个舒服 这边不遇于力的在骚扰啊 怎么扇卡尔这个心 心都被骚乱了 你看看 还有 骚得真难受啊 毕老爷这个农民 这也不到狗的 上来扫六只狗 这出事了 出事了 原来是 这个阴险的家伙 居然是二矿出了两只狗 直接就两只狗过来 居然是 时间掐得刚刚好 哎哟 完了 这这两只狗肯定比这农民有伤害 毕老爷 农民还死掉了 那这两只狗可就 可以专心的操作了 不过毕老爷贼老爷出的到很快 已经到了 无所谓 这房子是可以回去找地方藏着了 这两只狗可以完成 这个 兼具的历史任务啊 侦查 上一看这边又抓了两只狗 到时候毕老爷这个新出域的侦查农民也将会被这个狗给劫一下 咬两口 毕老爷看家中的这个建筑学不错 这狗无法从这个矿后面 绕来绕去 好 二本身就完毕 上一看放下龙塔 哎哎哎哎呦 被咬死了一个 哎这毕老爷 农民害了万天没害死 这两只狗过来很轻易的就能咬死一个农民 其实这两只狗很讨厌的 虽然都来都是50块钱 战斗力不可同时而言 哎这个刚刚不是上一看有两只狗的吗 怎么就让这农民走进去了呢 哎呦是一个农民 哇 这毕老爷被骚得很难受啊 这边狗素也提好了 那前面那一只狗如果刚刚没有死的话 现在就是前面两只提宿狗的骚扰 毕老爷矿虚更难受 这边是上一看 怎么样放基地了 3-5基地开局 毕老爷在升级一攻速放了第二个兵营 这样子是一个天地双轨的流程了 但是毕老爷的打法 基本上是完全的被扇卡侦查到了 就是要防低波索道的 因为扇卡侦的那个三矿位置开得非常的好 所以说这个天地双轨的压力是很小很小 这个他的这个三矿位置建筑学特别的好造 比九点钟那个好造很多 造一下就特别舒服 这一只体育狗一只舍不得死 好被农民补到了 哎哎找到房子了 杀一下毕老爷 毕老爷的反应 找到两个 哎这个地位啊 这个地方是上海的建筑学不太主流啊 他这么造的话 堵口效率不是很高 一般就是有点像那种人族的建筑学 是把这个路口给堵的比较的死 这样的话你谁要的想上这个高地都上不来 一个基地配合一个BV就可以把这个路口堵的很死 结果扇卡尔没有这么搞 可能想造那种建筑学需要先造一个地堡来演一下那个军坦吧 扇卡尔为了追求经济也没有早造那个地堡 这个自杀虽然看到地堡 但是这个地堡没有掩护的机场 自杀是可以走到里面的 到这个机场上面停 这样造这个建筑学的话 这个这个一公体育责老的就有机会了 首先是虫卒 体育狗没有什么用 然后这个口水的话也是很难来救 除非他第一时间提升的口水速度 还修的不是一个地堡 是一个防空毯 这波扇卡尔有危险了 哦是洛克尔想堵路口 那这个就很可惜了 你就洛克尔没堵住 哦堵住了 哇 这个计算太精妙了 放了两个上去 好这两个来捣一捣农民 现在已经暴露了自己的一个开局战术 还是想把这个弹给扎爆 一公的材料的扎弹也是跟灵工一样 哎小狗小狗 哎呦这边是扎没了一个洛克尔 不错不错不错 这个狗上了时机也恰到好处 自己洛克尔有输出的时候 狗过来跟你换血 反正必要的这个第一波的压制 也是就此宣告失败 那么杀卡尔的这个洛克尔开局 就令人比较的费解了 一般如果说你这个基地是开在 三框六基地开局 在那个地方 哪怕你三框五基地先出洛克尔防守 然后在猥琐的情况下继续扩张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这个三框的位置 是无法继续进行扩张的 买一个洛克尔到前线 但是并不能阻止别人开三框 比较三框那里还是 好这边农民想来阻止一下 但是 哎哎哎 比较的操作 比较的操作 这边比较三框应该是不打算开了 这边已经发现了 但是先不开了 这边还提了口水次 这个帅卡尔的打法很有趣 他是先变洛克尔再提口水 这样的话 他转型成为科尔加勒克的一个变成组合 来正面的压制毕老爷 哎 这样打的话 这样打的话 就是 没有了一个转飞龙的 那个可能性了 飞龙是 彻底放弃了飞龙这个 冰龙 哎呦 这个 这个下面 哎呦 这 这 这 毕老爷 毕老爷 刚思流 太刚思了 人家也给刚思流一把 这是闹的 好 欧比出来了 配合一波包夹 这边打 勒克尔 好的 毕老爷把部队 还是拉的 有点密 应该再拉散一点 这 虽然是不是吃掉这波勒克尔 但是毕老爷也挺亏的 马上重组这边 后续的一波 部队又来了 毕老爷这个三矿 就很难开了 刚刚又是被 点掉了 应该是两个 甚至三个电兵 少了 这这很关键的 这三个电兵啊 毕老爷这一波 还是很难打三矿 哎 这个三矿是不要想开了 这现在必须两方 暴兵先稳住 这个正面再说了 毕老爷一直是 凭借自己刚思流 来这个控制节奏 打乱对手 但是现在毕老爷的节奏 是被 赛尔卡尔给掌握了 这 打算这个样子的话 毕老爷这场比赛 机会已经不大了 基本上是 斯米达了 看毕老爷能不能 创造奇迹 再完成一个大翻盆 这波 赛尔卡尔是因为 后续没到 啊 斯米达了 房子倒是真到了 你干嘛 你来修辱对手吗 啊 有你这么打的吗 那口水波也上来 把房子也上来 毕老爷表示 压力很大呀 你这个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欺负我 没抱海盗是不是 那好 我抱给你看 现在 2時 幅 没打算 他 协力 留下 小米 小米 这 打算 3 小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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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知道